选了一名中年女子急于投资做生意 竟然向大阿龙借钱 结果钱没有借到 却莫名其妙的背了一身无名债 最终无力偿还 一走了之 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让家人来善后 女士组的父母不堪大阿龙多次上门捣乱追债 今天通过媒体宣布和女儿断绝关系 希望阿龙不要再亲连无辜 让两老可以安心的过日子 60多岁的文姓夫妇本应该安享晚年 却因为女儿文惠婷欠下一笔不知名的债务 终日不得安宁 家里过去一个月内接连遭人丢置玻璃品 泼红漆布等 大阿龙还出言不逊恐吓老人家 女士组的姐姐文惠明表示 妹妹声称大阿龙多次要她先汇款 证明有能力还钱才肯放贷 她唯有奉命行事 没想到分期支付超过20万令吉后 却一分钱也没得到 反被大阿龙上门追债 尽管家人已经协助还清4万令吉的债务 但是对方还是一直找上门 更指女士组二度借走5万令吉 让家人每天担心受怕身心俱疲 女士组的家人前后向警方备案了5次 但是大阿龙依然上门闹事 无计可施之下只好求助政党 希望警方介入 并希望大阿龙冤有投债有主 不要再骚扰无辜的家人 八度空间杨丽莎吉隆坡报道